你好 欢迎收看想世界 我是黄慧玲 全球化时代竞争激烈 创新恐怕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质 天下影视团队就远赴了美国的教育第一现场 看他们如何培育具有创新能力的下一代 他们邀请了艺术家跟工程师一起合作 他们照顾病人的实际需求 设计出很酷的医疗器材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天下影视团队的制作人李雪莉 跟我们分享创新要怎么做 雪莉你好 魏林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说你们跑到了美国 去看美国的学校该怎么做 我对于那个史丹佛大学非常有兴趣 他们从空间的配置 从课程的设计就开始很强调创新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到底怎么做到创新这件事 其实我们每天在谈创新 但是其实随手可得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改造 原来就可以创新变得比较容易 那我到Stanford我自己也很惊讶 就是说他们用空间来解放学习这件事情 怎么说呢 对 比如说在Stanford里面 你会发现所有的桌子椅子都装上了轮子 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排排坐 那那个权力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老师站在台上 那同学静静地坐在台下听讲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是单向式的灌输教学 可是当我到Stanford以后 你发现是整个去中心化 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老师 你在跟老师学习 还是你在跟同侪学习 他们可以很快地把桌子椅子就隔间到旁边 所以马上会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那学生在这里面做什么呢 他可以坐在地上涂鸦 他们可以站着讨论 所以整个空间感是不一样的 那你知道他们常会说一句话就是说 When your body move Your mind will follow 当你的身体在改变的时候 你的心情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流动 所以他们很在乎的是说 不要一切都是平的 一切都应该是立体的变化的 因为在平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死角 可是当你在立体的时候 你是可以不断地走动 不断地讨论 那我们常常看到他们用那种posting 各式各样的posting 把天马行空的想法马上就写下来 所以在那边你会看到有各式的空间 也许是他们会说是30分钟的parking room 这个叫做30分钟的幻想世界 你可以在那个短暂的30分钟之内赶快brane stone 那你也可以有一个小时的预约时间 甚至他们有冥想式 有午睡式 他会真的让你放松到就是说 你的现在你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 你就应该要follow your heart follow your mind 然后进入那个空间里面 这时候你的身体脑袋是放松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有创意 所以我很惊讶的是 他们的空间会说话 每一个空间里面都有自己的一个情境 那在那个情境里面 你就可以发挥无数的想象 所以我说他们是空间去解放身体 然后空间去解放这个教学的环境 这个是我在Stanford 我也觉得很神奇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空间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全都是透视感的 在Stanford的工学院和医学院中间 他们过去是一个大的停车场 为了要让不同的人 不同领域的人能够彼此互动 你知道有时候这个专业是很自傲的 你不太可能就是踏到别人的场域里 别人的场子里 所以他们就透过在不同的学院之间的停车场 盖了一栋大楼 这个大楼里面全都是透明的帷幕 那里面的空间 包括它会有很多长桌的设计 长桌就是让不同的人 你是做老鼠实验的生物学家 穿短裤的工程师 或者是穿白袍的衣师 都可以在一起co-work 那当你耳濡目染这样子的环境以后 你就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 那你就会很自然的去敲对方的门 去敲一个跟你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的门 然后去说 你可不可以教我电路系统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 临床上这个是怎么回事 那透过这样一个空间的安排 当然我们可能待会可以开到课程 有空间安排以后 你先跨越自己心里的第一个障碍 他鼓励你 因为其实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那接下来才有课程的安排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一群人其实很像小孩子 怎么说 比如说我们假设 要小朋友去用30秒 互画 两两一对 要互画彼此的画像 你觉得小朋友会怎么做 他们可能就很兴奋的 就开始画起对方来 因为只有30秒 他们会把握时间 可是我们发现说 如果你把这个指令 给两两一对的大人 大人可能会第一句话说的是 不好意思 就是他们很需要一个完美 然后怕说把对方化丑了 可是在小孩子的世界里面 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就是美丑的概念的 或者是成功失败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他们一直在鼓励 就是说你们回到最初的 那个状态 回到最初的 你可以发挥创意空间 不要害怕失败的那个状态 所以你不要安稳地坐在椅子上 你可以起来走动 你可以躺在地上 你可以涂鸦 它是用空间 来释放你心里的那个枷锁 对 那我觉得某种程度 就是告诉你说 其实每一个人 他都可以有创意 对 这是我在他们空间上 看到一个 你说是权力关系的转化 然后对于就是 这个 他把学校 当作一个游戏式在玩了 那我到 进到D-school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摆在大堂前的 不是任何很矮白的东西 就是一辆车子 很漂亮的雪佛 那就是 然后上面写一个S 就是代表Stanford 所以就看到就是说 他们所有的摆饰 也都尽量地去打破你对一个学校的想像 对 使用者其实要求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产品 而是你要真的能够解决它的问题 所以我想洪伟珍他们后来就提出来一个很好的想法 就是弄成一个这么样像饼干大小 或者是保险套大小的一个商品 然后现在当然通过了 通过了FDA的这个要上市了 我们在影片里面也看到一个案例是 让一个台湾的脑科医生跟工程师合作 结果他们设计出了一个非常酷的产品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影片 不同背景的混搭学习 教会他们解决复杂的问题 来自以色列的NAMA 曾是军队里的工程师 在D-School的一门跨医学与设计的课程 竟让他和一群医师们并肩合作 其中一位是来自台大的脑神经外科医师 Daniel 洪伟珍 我们在一起的组织 我们织组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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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有些人有不同的背景 我们可以学习了很多 Daniel 他有很多年的经历 在医院 医院 医院 Hey Daniel How's it going? 疲惫? 你要谈谈到Suna 议会吗? 我认为我们需要开始想想 NAMA和Daniel 的老师 是小儿外科医师Dr. Kennedy 他把临床上遇到的问题丢出来 要学生试着降低倒鸟管患者 发炎甚至洗肾的困境 我一开始最想的是 希望可以有用神经刺激的方式 可以解决 然后后来我们其实团队里面 也想了很多大概 我们那时候列出大概100多种 不同的解决 看可不可以解决这些病人的问题 这些是科学们在传统的模式 我可以在医院中处理他们 15分钟 但他们真的不能够 在生活生活中的问题 当我们跟学生的接触的时候 他们会说他们在学校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不太敢去上厕所 他们会说因为他只要拿出 这样的东西出来 同学会觉得他是很怪的怪人 在经过评估之后 我发觉其实病人 他们要的并不见得是真的 高科技的产品 他们是希望可以让他去上厕所的时候 可以很轻松 可以不用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 跨界的一堂课诞生了一家公司 42岁的宏伟珍勇敢告别人人称献的外科医师 创立了亚拓医疗 他和NAMA把传统导尿管改良成饼干大小 外形剖库的新设计 产品通过美国FDA测试 准备明年进入市场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案例真的非常有趣 这如果是一个小男生或是一个青少年 他带着这个导尿管到学校去 他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常会讲设计要漂亮 或是要强调功能性 可是在这边强调不是 不只是这些对不对 设计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 因为其实在Stanford工程学院下面有个D school 那是设计学院 他其实没有offer任何的学位的 但是他是一个爆红的课堂 所以进去经常都是好几个人在抢一个课程的名额 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洪伟珍 他今年42岁 所以他在38岁的时候进到D school去学习 那这个脑外神经 脑神经外科的医生 你看我们认为他是要长久训练的 对 比如说七年的大学的学习 然后还要在六年的训练 所以其实他的神经外科训练给他一个很强的专业和领域感 可是当他到Stanford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团队里面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的跨界 有医学院的人像他是医学院出来的 有工程学院的人 有商学背景的人 那老师给他们的课题都不是理论的 就真的是在食物上发生 因为在美国每一年要用掉三亿支的倒尿管 那你知道倒尿管其实非常的长 大概有20公分长 但每一个病人一天要用到七到八次的倒尿管 他是抛弃式的 但是有人负担不起 他就会再去用 清洗之后再使用 那洪伟真那时候就想说 那我就用我的专业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他们发现在临床上 医师就发现说 很多年轻人 奇怪了 小时候可以用得很好 但是长大以后 他膀胱就发炎了 甚至有洗肾的困境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不愿意用 对 为什么不愿意用 那刚开始洪伟真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说那我就用这个脑神经外科的方式 去提醒膀胱 他现在必须要去倒尿了 他以为这个是 是一个方法 专业上嘛 对 专业上 但是后来呢 他们真的走进了病人的生活 跟着他们去工作 跟着他们去学校以后 才发现说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他们 他们自主系统受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而是他们觉得害羞 那为什么呢 譬如说他们就跟着男生去 很多男孩子在使用倒尿管的时候 他必须要进到男厕所里面 那个门之后 但是很多人就会想说 为什么你每一次小便的时候 都不是在小便斗要进去呢 对 你是男生啊 对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一般人不会知道的 他们是真的跟着他们上课 进到学校里面 才知道他们的困境在哪里 他害羞于把他在上厕所的时候拿出来 对 因为他不酷 因为很不酷 对 因为会让人家觉得 你是个怪人 那或者是说 男孩子到女生家里面 就是到女朋友家里 那如果说你让女生的父母亲看到 你使用这么长的倒尿管 他会觉得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都是 就是我们刚刚慧琳在讲 所谓设计思考 设计思考 其实过去我们的设计 太强调产品的功能和美观 但是现在讲设计思考的概念 就是说希望把更多的思考 用在设计上面 就是思考为什么要有这个产品 为什么要有这个流程 使用者的需求 使用者的需求 那使用者其实要求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产品 而是你要真的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我想洪伟真他们后来就提出来一个很好的想法 就是弄成一个这么样像饼干大小 或者是保险套大小的一个商品 然后现在当然通过了FDA的这个要上市了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抛弃了脑神经外科的这个专业 然后跳脱自己的框架来做这件事 他是觉得他其实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设计思考 或是没有这种跨界的经验的话 他可能也不会知道说 原来自己这个专业有时候是捆绑他的一个可能 对 我们讲创新这件事情不只是跨领域的结合 现在还更去探讨一个人是不是有可能 具有多功能 应该是说具有复合式的能力 对 我们在另外天下影视团队也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帮我们看到一个现场 是 不管是旧金山湾区 还是矽谷都是最创新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美国西岸的变化就是比美国东岸来得快 东岸它是一个非常有位阶的 比较阶级的 因为都是金融法律起家 但是因为西岸掌握了一个很重要的Internet 掌握了软体这件事情 所以软体基本上它的创业成本是低廉的 那你会在这边看到很多很多的创新的可能 那我们在西岸也看到就是 因为产业的变动非常大 这边的人才如果不随时有跨界的能力 它其实也很容易被淘汰 所以像我们去Autodesk 这个已经是就是创造出各种奥斯卡的视觉影像 Animation奖项的这个公司 那我们跟副总裁聊天 它自己本身就是商学院背景 然后它也有工程背景 那更重要的是它业余的时候 它还会开商务飞机 所以你可以在每一个人身上 找到跨界的可能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也看到就是 他们现在不只是要做Designer 也要做Maker 就是每一个公司都在强调 你必须虚实整合 然后你必须懂设计 但是也要懂手做 那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因为未来的世界它太复杂了 那20世纪的那种教育体系 我们教出来的人才就是要很准时 要专才 要很专精 然后你要不能犯错 那我想21世纪的教育 真的跟20世纪不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在湾区 在矽谷这边 他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复合型人才 如果你能够all in one 有这样的脑袋当然很好 但如果你不行的话 你必须要懂得跟不同领域的人沟通 所以以前我们流行的是 砖头型的人才 就是很专业 但是现在需要更多的水泥 水泥型人才 把这种专业之间扣连在一起 然后让他们能够彼此对话 在你创新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马上想到 你是一个音家 还是一个输家的时候 你很多尝试都 不会去勇敢地去做了 所以 我觉得创新的过程就是 你要知道说 可能98%都是失败的 但是你还愿意去尝试 位在上海的世界第二高楼 台中七期 还有电影阿凡达里 栩栩如生的动画 都来自autodesk设计的软体 好准备 准备 虚拟世界魔法师 现在不能只做在电脑前 还要开始动手实作 当个maker 为什么呢 因为连接设计和制造 可以减少两者隔阂 缩短生产周期 陈大建筑系毕业后 赴美深造的廖元玉有两个身份 他既是designer也是maker 我觉得maker这个概念对我来说 就是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 当我有个idea的时候 如果是我用软体可以把它做出来 我可以马上把它UI build出来 马上给人家share 马上跟user或是需要designer share 座位旁就有一台小型3D列印机 自己设计自己制造 想法好不好立刻检验 其实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design process 那次有个product manager 然后我就跟他无聊就跟他说 我们可不可以来一起build一些 机器人什么的 所以我们就自行动3D printer 当然机器也没有那么好做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小模型 开始去try things out 永远接受失败 还有不怕挑战 还有不怕去冒险 我觉得那个是整个戏骨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鼓励买手虚拟世界的员工 多接触实体 Autodesk去年将已有百年历史的 旧金山9号码头 Peer Night 改装成maker space 手座空间 木工 洗床 金属工作室 3D练艺实验室 各类手座配备应有尽有 Autodesk还邀请艺术家进驻 工程师和艺术家可以互相学习 东西是一家店 它是一个商品 它可以行入做 甚至在市场上 和我们烦开他们 他们做的 或者是用工程师 创作工程 也可以建议 希望员工是designer也是maker 懂虛擬也抖尸体 过去专才为王 现在要深度也要广度 自己实际手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为什么不可以交由另外一个人 帮我把脑子里面的构想完成呢 其实这种快速的产制原型 Rapidly Prototype 现在在矽谷非常的红 是因为技术正在快速的改良 像这种3D练印机 还有很多的软体 都可以帮助我们的想法 能够快速的被检验 那为什么不交由别人 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长的产制流程 而且你没有办法控制说 到底别人是不是能够 真的deliver出来你要的东西 那现在的状况是说 因为技术的可行 然后科技的可行 可以让你的想法快速的产制出来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不等你了 你刚才想想我们iPhone 在没几年之间 它就已经转换这么多代了 对 所以这种快速的产制原型 也是很多企业现在的需求 他们会认为说 我可不可以在三个月内 就知道这个产品它可不可行 是 所以它会促成 这种上市的时间的快速 也是因为跟这个产制流程有关 它必须要更确保它上市的时间 是快速的 是精确的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除了科技的关系 第二个 这种快速的产制原型 它有助于跟团队的沟通 还有跟市场的回应 有一个想法 彼此之间可能在脑袋里面 想出来都不一样 我们对语言的解释 也会可能很不同 但是当产制出一个东西里面 我们可以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和具体的实物去讨论 我们该怎么修正 那同时我也可以到市场上 去问使用者的想法 如果是这样的颜色 如果是这样的材质 你觉得怎么样 那第三个 像在Autodesk 它鼓励designer成为maker 很重要的原因不是说 你要成为pro级的maker 它最重要的概念是说 你必须要用使用者的角度去思考 而且当你去做出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对于这个事情的原委 有全貌的了解 比如说我会开始去思考 材料该怎么做 因为以前的设计师 不会太去思考材料 我会去思考说 那我跟这个艺术家 他要是在非洲进行的案子吗 他是要在哪一个环境 做出一个 比如说环保的建筑吗 他会对于人 对于环境 还有对于材质 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 当有这些认识了以后 你在搭建一个3D模型的时候 可能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虚拟和实体 然后designer跟maker之间的关系 它可能真的不是一个独立的 以后它就是必须要结合在一起 才能够快速地应付这个市场的变化 甚至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这样一趟到美国去看了之后 你觉得创新的关键是什么 解放自己的心灵 然后知道说其实没有失败跟 没有赢家跟输家 在你创新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马上想到你是一个赢家 还是一个输家的时候 你很多尝试都不会去勇敢地去做了 所以我觉得创新的过程就是 你要知道说 可能98%都是失败的 但是你还愿意去尝试 而且这创新的过程你能不能够更快速地去 去adopt调整自己的心情 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很不怕挫折的人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我觉得它是一个创新最根本的土壤 对 所以台湾的机会在哪里呢 看到他们的教育现场是这样在进行 他们的企业是这样子在培育他们的员工 会偷过来看我们的从这些经验里面 我们应该要学到什么 我们未来的机会可能是什么呢 在Stanford和西谷还有湾区 我真的看到愿意带头改变的都是有资源的人 他可能是创业家 可能是建筑师 可能是一个中措生 那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 现在传统体制的教育是不服使用的 所以他们会鼓励学生中措吧 不要再去念书了 或者是他们会自己拿钱出来创办一所新的大学 那包括前哈佛大学校长也投资一个新的学校 那在这个学校里面百分之百的课程都不是lecture 都不是演讲形态 全都是hands on的 都是实作的 那为什么这些过去在精英教育里面成功的人都会发现说 现在这套教育已经不服使用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大胆的把新的东西带进教育体系里面 就是真的是激发学生的创意 让他们知道说很多东西在改变 我们的学习不再是重理论不重实物 不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学习不应该只是重个人不重团队 我们的学习不应该只是重竞争不重合作 我们的学习不应该只是重视理论体系而不重视冒险 我们应该完全颠倒过来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失衡了 我们可不可能透过这种实作的经验 透过这种跨界的方式 然后透过这种动手做的能力培养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世代 他们需要很快的反馈 你动手做 你在实物上的训练 都能够让他们的心理机制得到一种满足和信心 那我觉得这种creative confidence 就是创造力的信心 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人生的阻碍和困难 那这是可能是我们教育中 我觉得有资源者应该要想办法去颠覆的 不管是在学校体系之内 怎么样改革课程 然后甚至连空间开始改革期 对 我们先把那个椅子装上轮子再说 对对对 那那个老板真的要让他动一下 那或者是说在体制之外 能不能够给更多的 不管是在空间上心理上的一个自由度 创造的自由度 我觉得是蛮关键的 今天非常谢谢雪莉来跟我们分享 创新还有国外的不同的方式 希望台湾也可以赶快驾行脚步追上去 希望 谢谢